哈喽,大家晚上好 今天在质量真的太多见证了 这个隔壁的小妹 你懂她几岁吗? 她今年年纪轻轻,几岁啊妹妹? 我今年23岁 妹,你怎么会穿这件裤子? 什么原因会穿这件裤子? 其实我膝盖痛已经差不多四五年了 然后去过看医生 医生就讲是我骨头没有油 然后就帮我打骨头油的针 可是吃了药打了那个油针 回去完全没有好还是痛 然后痛到今年开始越来越严重了 好像上楼梯啊,完全脚是没有力的 然后不然就是也站不久啊 就好像如果站半个小时 我就好像整个人要跌倒这样子啊 然后膝盖又痛到好像真的是很痛那种痛 然后最后我就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再去三位那边看我一次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他就讲 其实这个不管骨头有个问题 因为我还二十,那时我看的时候才十多岁 然后他讲其实是 你十多岁就这样子了? 十多岁就这样子了 然后他就讲是那个膝盖啊,软骨跟软骨之间 他已经磨损了 他讲这种原因差不多是很多女生都会面对的问题 是比男生多 或者是因为运动问题 然后他就叫我去做腹肩哦,强化大腿肌肉 他是想不用开刀啊 但是你是运动员还是吗? 我是运动员 我明白 所以就是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长期都会面对着脚的什么问题啊? 你这样子会有什么影响到你的生活的问题吗? 就好像上楼梯很难走啊 然后平时真的是站不久 好像那时去投票啊 就排队排半个小时吧 我就跟我姐姐讲 我真的不能站了哦 哇,这样很够力咧 这样子你刚才有跟我讲 你脚会麻痹的晚上睡觉? 嗯,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有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就会开始麻痹啊 他是从两只脚一起麻痹 然后是好像很多蚂蚁在趴趴趴趴 嗯,然后我朋友还要帮我起来泡热水 给我震脚啊 不然真的是睡不着 最后我擦那个油沟油沟啊 给它拉拉拉到没有感觉 然后才可以睡着 这样够力的 这样子的问题啊 持续多久啊? 每次 就是麻痹的时间? 麻痹,差不多是有时 那时是一个晚上最严重啊 整个晚上 然后有时好像平时差不多15分钟这样子哦 每天都会这样子麻痹的? 嗯,常常 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听姐姐讲 你就是因为长期面对脚痛问题 所以她特地买这件裤子给你穿 嗯,很感动哦 姐姐只疼你哦 对啊,还故意找人家打电话来跟我讲 是,然后而且姐姐 自己都不舍得买买给你呢 对啊,真的是超好的这个姐姐 真的是来世都要找她做姐姐 因为太好了她 那,这个裤子盒你穿了多久啊? 穿差不多有三个月这样子 三个月啊 这样子三个月里面 这个裤子帮到你什么? 我现在可以站久啊 然后还可以帮我妈做家屋啊 然后 然后 然后你的什么? 上下,因为我家是两层楼嘛 然后上下楼梯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那个膝盖变成很有力哦 嗯 然后你的那个脚麻痹呢 有改善到吗?最重要 脚麻痹现在是可以讲完全没有了 哇,真的是太棒了 你看你这样一讲没有了 毛站起来 很,很格拉嘛 你都妈听了 因为,真的是 因为 如果是一直在脚麻痹困扰 其实是真的是很很辛苦的 而且 你才年轻 这么年轻呢 十多岁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到现在你二十多岁 这样长期的困扰着你的问题 哇,今天这个裤子可以帮到你 真的是很棒啊 嗯,对啊 有时想偷懒 不要穿几天哦 然后他有时又会慢慢来 我一块穿上去 然后这个就好 因为你本身的血液循环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也是导致这个问题的起因 所以你穿了上去 还有血液循环好回来哦 process的很好 所以你的这个问题又会减缓 其实真的很棒 所以记得要勤劳穿 嗯,所以你觉得哦 现在哦 觉得这个裤子值得穿吗 非常值得啊 非常值得啊 对啊 所以哦,你如果是说 现在很多人在看着我们这个裤子嘛 所以那你对这些还没有买裤子的人 有什么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嗯,这个裤子真的是非常值得买 因为健康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是真的 你看年纪轻轻 就知道健康是用钱买不到的 而且他面对的问题是比一般人的来的比较够力的 因为毕竟你还年轻 软骨磨损 不是老人才会这样的 你这个这样子的例子是很少见的 还是都很常有的 医生讲 呃,女性常有的问题 还是讲女性比男性多的 哇,我今天又增加了知识 女性比男性多 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哇,这个真的是长知识啊 我们今天 哇,今天很高兴来到植粮 做了这个home party 而且有很多很多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